谢果梁市长在观光与城市行销处长郭继的陪同下 和艺人焦来骂 也是台湾观光旅游联盟总会创会总会长吴敏会谈 谢果梁相当关心基隆役后观光及邮轮复航 如何把外地游客留在基隆在地消费 台湾观光旅游联盟总会也分享 可以透过赛事经济吸引游客来到基隆 留在基隆吃喝玩乐 过夜增加消费 一起来讨论在疫情之后如何振兴基隆的观光 那台湾观光联盟总会他们有很多的旅客 未来可以带到基隆来 那重点是带到基隆来的时候 我们如何给他一个足够的一个旅游的内容 是我们自己要好好去思考的 那如果我们的旅游内容不充实的话 那他们可能就不一定要来到基隆 而且基隆有台湾有很多替台方案 所以这一点我有特别拜托国际处长 跟我们的秘书长跟交来骂 未来一起来研究一下 那能够让更多的旅客能够来到基隆来 玩得开心 最重要是不止只有吃东西 吃东西一定要吃 吃东西以外一定要 这个好好的买一买 购买更多的商品 那我这个礼拜也要跟包括像金银珠宝公会来讨论 如何跟餐饮业者合作 跟庙口南海市场商圈合作 吸引游客在吃完东西以后 一定要买一些东西 才能够离开基隆市这样子 这个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目标 那当然就是要跟业者大家一起讨论 共商一些计划 那非常谢谢我的姐姐 我们那天是在黄敏慧市长浮选的时候 我们常常都偶尔都会碰面 最后是那天在约了 说一定要过来谈一下 振兴基隆观光的事情 谢谢姐姐 不客气 那我们这次正好联盟总会 有跟泰国签了MOU 那我们怎么把人带进来 那我们现在努力的从东南亚 怎么样做一些英镑的这些生意 那当然我们希望 就像我们刚刚市长说的 来到基隆吃 大家只知道庙口 那要怎么样带些东西回去 有纪念性的 对不对 然后呢 让他们来到这里吃喝玩乐 很开心 然后而且呢 基隆有很多 可以讲故事的地方 那我希望大家 能够把基隆的美 基隆的好 把故事讲出来 我常常讲 要游中学 游完中 能够学习到东西 回去以后 意犹未尽 一直在想 哎呀 我刚刚到了基隆 还有地方还没去 我还要再去 这就对了 对不对 对 好不好 所以我希望 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一起来 我们从基隆 给人逃 开戏 发光 发热 对不对 然后把游人的人 全部留下来 我刚刚讲 最少要住一个晚上 对 不要马上一下了 码头就把人 带到别的地方去了 对对 要把外地的游客带进来 停留更多时间 期待未来 和市府攜手 一起促进基隆的观光商机 活络在地经济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